成功的最終目標是令生活幸福 在這個星球上,長時間的和平、安寧及幸福快樂可能都是一種成功 真正的生活,如和平、安寧、團結及幸福都是不可觸及的 它來自於人形深處,對這些品質的追求 將會在我們自己的內心世界裡建構一個天堂 將是一個真正的天堂 通往成功的三個步驟 通往成功重要的第一個步驟就是發現你自己喜歡的事情 然後堅持做下去 除非你喜歡你自己的工作,你才會覺得成功 即使全世界的人都覺得你在這個工作上是個成功者都沒用 只有喜歡你的工作,你才有不斷前進的動力 如果你渴望成為精神病專家,這樣只取得職業資格是不夠的 你還會渴望長期關注這個行業,頻繁參加交流會 不斷學習和工作,不斷措訪其他診所 不斷翻閱最新的科學期刊 總之,你會希望自己永遠處於這一行最前沿的水平 因為你將自己所有的興趣都放在治療病人上 但很多人讀到上面這段文字時會自我發問 我不能走出第一步,因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什麼 我怎樣才能找到自己的興趣所在呢? 如果這是你現在的狀態,這樣向你的潛意識尋找答案 祈禱你的潛意識會告訴你理想的生活方式 在心裡真誠地默默重複這個祈禱 只要你充滿誠意和諮詢,而且堅持下去 你的潛意識總有一天會告訴你答案 它可能給你一種感覺,一種預感 或者指出一個確定的行動方向 無論以哪種形式,只要你照做了,潛意識最後都會給你答案 通往成功的第二步,就是專注於你工作的相關領域 然後試著在這個領域變得越來越優秀 假如一個學生選擇了化學作為自己的專業 他就應該專注於化學領域的某一個方面 然後將所有的時間和精力都投入到這個專業當中 他的熱情會令他想了解更多 這個人會變得對這個領域充滿激情 而且樂意用這些知識解決現實問題 他會認為那是他生活中最好的選擇,會讓自己成為他的奴隸 這種心理狀態明顯區別於那些只是為了混日子的人的狀態 混日子當然算不上成功 人的動機應該更高尚,更無私,應該想為其他人服務 通往成功的第三步是最重要的一步 你必須意識到找到你自己喜歡做的事情並不一定會成功 你的願望一定不可以太過自私 你需要對社會有貢獻 你需要形成一個自我循環的道路 換句話說,你的想法需要與服務社會相吻合 這樣社會也會反過來回報你 如果你只是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工作 你就不能完成循環的道路 如果是這樣的話,你自己所造就的這個短路的線路 就會不斷地引導你走向狹隘和封閉 成功的衡量標準 現在你或許會問,那個演出的人怎樣? 那個靠股票內幕交易成功的億萬富翁又怎樣? 他是我見過最成功的人 但我並不認為他對社會有貢獻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但我們需要搞清楚真相 在一定時間內,一部份人確實看起來很成功 但非法簾罪的錢財是會飛走的 即使錢財沒有離開 但當我們從其他人搶錢來的時候 我們也只是從自己搶走東西 導致我們去搶奪錢財的缺失心理狀態 會在我們生活的其他方面顯現出來 我們創造著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我們也創造著自己的信仰 即使一部份人成功地非法念財 他們也不算成功 如果內心不平靜,就不算成功 如果這個人每晚都帶著罪惡感 而不可以好好入睡 這樣的財富又有什麼意思? 我沉浸在倫敦遇到過一個職業罪犯 他告訴我一些他自己的經歷 他沉浸擁有過一大筆財富 這些財富可以保證他在倫敦和法國別墅 過著很奢華的生活 但只有擁有奢華並不夠 他天天擔心被捕 這種擔心和內心深處的犯罪情結 令到他內分被失調 他自知做了錯事 這種罪惡感令到他困擾不已 後來我聽說他已經向倫敦警方自首 而且被判入獄 入獄後,他獲得了心理上和精神上的解脫 出獄後,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終於禁盤洗手 做了一個樽己守法的好公民 他找到了自己的興趣愛好 終於過得身心舒暢 一個成功的人熱愛自己的職業 而且可以充分展示自己 成功很顯然比單純擁有財富更高一個層次 只有那些心理上和精神上都得到理解的人 才是真正的成功者 他們鍛鍊出一種能力 可以將即將到來的項目 看作是已經完成的項目 這種能力令到他們的潛意識 在模型中驅使他們走向成功 如果你深入地構想一個項目 這樣你強大的潛意識 就會以一種你不知道的方式 給你提供解決問題的必要方法 重新考慮一下成功的三個步驟 你不會忘記潛意識所具備的創造性力量 這就是隱藏在所有成功者背後的力量傳源 你的想法是有創造性的 但有情感的想法會變成主觀的信念 照著你們的信給你們成全了霸 來自聖經馬太福音第九章第29節 一旦你意識到自己 已經擁有一種可以實現所有願望的能力的時候 你就會擁有信心和內心的寧靜 無論你選擇做哪一行 你都需要了解潛意識的運行規則 當你知道怎樣使用心靈力量的時候 當你能夠好好展示自己 而且有效地利用自身天賦的時候 你就已經踏上了通往成功的道路 他事如何實現夢想的? 在荷里活我遇到一位黑黑有名的演員 他告訴我他出生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小村莊裡 他的家很窮 小時候唯一的娛樂方式就是一台只能接收兩個頻道的黑白電視 即使如此 他仍幻想著可以成為影星 而且這種夢想一日比一日強烈 他告訴我 每次我在農場上工作的時候 或者趕牛翻身口棚的時候 我都想像有一天 會看到我的名字出現在大劇院的露天廣告牌上 我見到所有細節 成群結對的影迷、大批記者 多年來我都保持著這種想像 最後我離開了家 來到洛杉磯成為臨時演員 過了沒多久 我就獲得了第一個正式的角色 在演出的那晚 我開車到了劇院 我差點暈倒 我的名字在燈光之下 大批觀眾和記者到場 一切都和我小時候的想像是一樣的 和其他人相比 我更可以體會潛意識對我成功的重要性 她的藥劑師夢想變成了現實 幾年前我剛巧認識了一個年輕的藥劑師 她的名叫做瑪麗 那時她只是一間大型藥品連鎖店工作 主要負責開廚房 有一天她配藥給我的時候 我詢問她對工作的熱愛程度 她告訴我 一切都很好 我很滿意工資和佣金 公司的分紅制度也不錯 更幸運的是 我可以在很年輕的時候退休 而且過上安逸的生活 我沉默了一會兒 然後繼續追問 那是你兒時的夢想 你小時候就決定要做藥劑師 她的臉色忽然變得有點難看 回答我說 我猜不是了 我一直都期望擁有自己的店 我希望當我在街上的時候 人們都真相感呼喊我的名字 向我打招呼 我也希望我都認識他們 因為我是他們的藥劑師 你或許會覺得這樣很奇怪 但我確實幻想過 有父母在半夜打電話給我 只是因為他們的小孩子病了 我會穿上衣服到我的藥店幫他們執藥 這樣的生活遠不像現在在大藥店櫃桌之後 過著朝九晚五的生活 對嗎? 我的回答是 對呀 一點都不像你現在的生活 但為何你不堅持你小時候的夢想呢? 難道這樣不會更快樂嗎? 鼓起勇氣 走出現在的生活 去開你自己的弱點 她搖頭告訴我 那怎可能呢? 需要很多錢 而我現在的收入 只夠每個月的開支 我於是跟她分享了一點 只要她肯相信是真的 她就可以實現這一切 我繼續告訴她潛意識的重要性 她很快就意識到 只要她能夠把詳盡清晰的思路 納入自己的潛意識中 這樣潛意識就一定可以帶她走向成功 她開始想像擁有自己的藥鋪的情景 她想像藥品和藥瓶 想像鄰居和朋友在外面排隊收藥 她也想像自己的大額帳戶 她在腦海裡經營自己的藥鋪 好像一個演員一樣這麼投入 不時走動 不時起床 感覺就像真的一樣 演得像真的一樣 這樣就會變成真 幾年後 瑪麗寫信告訴我 那次談話之後發生的事 由於另一間大型藥店的競爭 她工作的藥店被迫關閉了 她做了一個大型藥品公司的代理 管理著幾個州的藥品代理銷售 有一天她來到她管轄範圍內最西邊的一個小城鎮 這裡只有一間藥店 而她從來沒有來過這裡 但她第一次走進這間藥店 她就認出了她 這個藥店和她想像中的一模一樣 她告訴藥店的主人聽這件歧視 而那個店主也告訴她她正準備退休 但又不想將這間經營了三代藥店賣給大公司 談判之後 這個藥店的老闆願意借錢給她 讓她買下藥店 而她可以用經營的利潤來償還這筆貸款 於是 瑪麗把家裡搬到這一個小鎮 而且在附近買了屋 現在她每天早上走路去藥店的時候 所有人都叫她的名字向她打招呼 她們都認識瑪麗 因為瑪麗是她們唯一的藥劑師 請記住 感恩的心永遠向這個世界上最有錢的人關閉 每天重複 我的銷售額每天都在增長 我都每天在提高 每天都變得更富有 這句說話令到你的生意越來越好 不好再每天都說些好像沒什麼地方可以改進 存在很多短缺之類的說話 這些說話只可以令到你的損失更大 在商業中利用潛意識 幾年前我向一群商業精英講授過想像和潛意識的力量 我向他們講述了偉大的德國詩人哥德 是怎樣巧妙地利用想像來克服困難的故事 根據哥德的自傳紀錄 他很善於靜靜地坐上幾個小時 在心靈裡展開對話 他想像有一個好朋友坐在旁邊 告訴他正確的方向 換句話說當他思考一個問題時 他會想像他的朋友就在旁邊 用他平時的手勢和聲調告訴他正確的答案 他盡量令到他想像得真實生動 其中一個聽眾是一位股票經紀人 科後他開始嘗試掌握哥德的方法 他開始想像自己在同一位認識的億萬富翁交談 這位億萬富翁曾經讚揚過他選擇股票的智慧 他不斷地進行著想像 直至他覺得這種交談變成一種信仰 對這個股票經紀人而言 這種想像有助於他向客戶提供有益的股票信息 他一生的夢想就是利用自己的智慧 幫助客戶賺取利潤以及合理地理財 他現在仍然使用這種潛意識的方法 而且在生意上獲得極大的成功 最近一間大型的金融雜誌還採訪了他 一個將失敗轉為成功的男孩 16歲的托德告訴我 我沒有一件事是能做得成功的 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或者我太蠢了 我應該主動離開學校 免得他們開除我了 隨著我們交流的深入 我發現唯一出錯的地方是托德的態度 他對學習莫不關心 對老師和同學也感到討厭 於是我告訴他 怎樣使用潛意識來獲得成功 他開始每天提醒自己一些事實 尤其是在入睡前和在早上起床時 正如我們看到的 這些時間是最容易影響到潛意識的時間 接下來是他的自我激勵 我意識到潛意識是我記憶的儲存庫 他會保留所有我從老師那裡聽到和讀到的東西 如果我使用他們的話 我將會擁有完美的記憶 我的潛意識會幫助我回想起所有考試需要的知識 我將對老師和同學感恩 我真誠地希望他們都會成功 而且過得快樂 現在 托德過著比以前開心得多的生活 他所有的成績都是A 但他仍然堅持想像老師和家長都誇獎他獲得成功的情景 如何在買賣中成功 要想在買賣中獲得成功 你必須記住你的意識只是發動機 而你的潛意識卻是摩打 你需要發動摩打來讓機器正常工作 你的意識可以換醒你潛意識的力量 將你的願望傳達給潛意識的第一步 就是放鬆安靜地期待著 嘗試著集中注意力 放鬆和長和的態度 可以防止一些錯誤的外來想法混入潛意識 更重要的是 當你變得安靜以及善於接受的時候 強加的東西就會被減少到極小的程度 第二步就是想像一個你希望的結局 例如你希望買屋 在放鬆的狀態下 你需要做出以下的自我激勵 我的潛意識是無所不能的智者 他將向我展示我心熱的防止 而且我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能夠負擔這間屋 我現在要將要求傳達給潛意識 我知道他會很自然地作出反應 我對潛意識的信任 就和農民將種子放在地裡 而且相信他結出豐厚的果實一樣 你祈禱的答案 或者是來自於一則廣告 或者是一個朋友的介紹 或者你會被直接指引到一個特定的地方 那間房子會和你想像中的房子一模一樣 潛意識對你祈禱的回應 可能以很多種形式出現 你需要做的就是相信你的潛意識 對他充滿信心 假如你不想買屋 相反你是需要賣出一間屋 一塊土地 或者是其他的不動產 這樣你只需要用相同的方法祈禱 潛意識也會作出指引 當我在洛杉磯賣出我的房子的時候 我的方法和現在的很多房地產經紀人 所使用的是一樣 這種方法是我告訴他們的 而且收效甚大 我在自己家門前的草坪上寫了 此樓出售的廣告 那晚當我要睡覺的時候 我問自己 假如你找到一個買主 你準備做些什麼? 我心裡想到 我會撕了出售兩個字 將它丟到草坪中 根據我內心的想法 我詳細地構想了整個場景 我撥起這個廣告 踏在肩膀上 將它扔到房子後面的垃圾桶裡 然後跟它說 我不再需要你了 多謝你的幫忙 我帶著滿意的微笑進入夢鄉 第二天 就有一個人支付了訂金 而且告訴我 可以將廣告扔到垃圾桶了 我自然遵從了它的意思 與前面講述的事情相比 這件事確實是沒有什麼新意 但是它有一次證明了 內在世界擁有的一切 都會在外在世界呈現出來 換句話說 你潛意識思考的東西 會在現實世界中反映出來 外部世界會遵從 而且反射內心世界的想法 接下來是另一種賣東西的方法 慢慢地平和地 在腦海裡不斷重複下面的文字 潛意識會將買主引導到我的身邊 我的潛意識強大的創造力 會準確無誤地將我的顧客指引到我身邊 這個買主或者會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去看屋 但是它會被它自己的潛意識指引 所以最後它心疑的一定是我這間屋 我知道買主是正確的 價格亦合理 時間上亦合理 所有事情都是合理 雙方的潛意識會將我們拉在一起 我知道一定會是這樣的 請記住 你所追尋的東西亦都在追尋你 無論你什麼時候想買出一間屋 總會有人想要買你的屋 只要你合理地利用你的潛意識 你就可以將你的意識 從焦慮不安中解脫出來 她是如何成功地得到她說想要的東西的? 年輕人馬格麗特經常參加我的研修班 由於住的地方比較遠 所以她需要轉三次巴士才可以到 每次來聽講座她都要花上一個半小時 有一次在我的班上聽說了一個男生 怎樣得到一架夢想中的轎車故事 返回家裡她就按照我說的方法進行了實驗 後來她還寫信告訴我她是怎樣使用這個方法 下面就是原文 親愛的麥菲 我知道為了個人成長 我必須要有一架自己的車 除此之外 沒有其他方法可以保證我能定期參加你的講座 我決定我要獲得我心而已久的海迪拉克車 在我的想像中 我詳細地描述我獲得汽車 而且駕駛它上路的所有細節 我看到我走進了展示大廳 而且試駕駛了我心儀的車型 我一片又一片地默默暗示自己 這架車就是我的了 在兩個星期的時間裏 我不斷地想像著走進這架車 駕駛它 而且感受它的耐色 上星期 我終於可以開著海迪拉克去聽你的講座 我是英格蘭伍德叔叔去世 他將海迪拉克和一大不遺產留給我 一個執行官的成功之道 很多成功的商業領袖在成功之前 都會不斷地在腦海中重複成功這兩個字 他們知道一個成功的信念 包含了成功所需要的所有元素 同樣 從現在開始 你都可以不斷重複成功這兩個字 你的潛意識會接受你是個成功人士的想法 你都會在潛意識的激勵下走向成功 你會被要求去實現你的想法、你的信念 成功對你來說意味著什麼? 你無疑需要在生活和與他人的關係上取得成功 你也需要在工作領域上取得成功 得到一所漂亮的房子 而且得到足夠過舒適生活的錢 你也希望能夠在精神上取得成功 正因為你的生活很成功 所以你是一個成功的商業領袖 通過想像你一直期望想做的事情 和你一直幻想擁有的東西 你會成為一個成功的商業領袖 通過想像來感受成功的喜悅 將這種想像當作一種習慣 每天睡覺前都幻想一下 你就會成功地將這種信念移植到你的潛意識裡 只要你相信自己生而成功 奇跡就一定會發生 要怎樣回顧 1.成功意味著生活的好幸福 當你開心地從事喜歡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成功 2.找到你自己的興趣愛好 而且堅持下去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這樣就向潛意識尋求幫助 3.專注於你所從事的行業 而且堅持了解得給周圍的人多 4.那些成功的人都不自私 你要樹立服務人類的夢想 5.沒有平靜的心靈 就不會取得真正的成功 6.一個成功的人有著良好的心理和精神解讀能力 7.如果你能夠將一件事情想得很清楚 這樣你的潛意識就會提供做好這件事情所必備的東西 8.帶有情感的想法會變成一種主觀的信仰 最後這種信仰會反過來影響你 9.持續想像會激發你的潛意識 帶給你無窮的力量 10.如果你想晉升 這樣想像你的上司 你同事和愛人正在觸看你晉升 10.盡量令這種想像生動而真實 感受人的手勢 傾聽他們的聲音以及所有的東西 經常這樣想像 而且讓想像佔據你的大腦 你會體驗到潛意識帶給你的樂趣 11.你的潛意識是一個巨大的儲存庫 為了獲得一個完美的記憶 你需要不斷地重複以下的說話 我全能的潛意識在任何時候 任何地點都會告訴我需要的東西 如果你想要買出一棟房子 或者任何形式的不動產 你需要平和慢慢地做出餘下的暗示 我全能的潛意識會讓我喜歡的買主 引導到我身邊 重複這種想法 你的潛意識就會幫助你實現 13.成功的意念包含成功所需要的要素 經常自信肯定地告訴自己你要成功 這樣你的潛意識就會幫助你成功